我们现在用的经文是 罗马书8章33节 谁能控告神所前神人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这个经文 解释很简单的 因为就是说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从死里复活 而且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 为我们死了 他已经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他付了罪的代价 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告我们 我们也不需要被任何人控告 也不需要被自己控告 我们不需要控告自己 我们有什么错 如果认罪 神必定赦免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放手 这个经文是很简单的 困难是在应用在人的身上 我们要帮助人 怎样应用在人的身上 好了 我们 首先是反面的例子 有 很多基督徒 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 我的灵命不好啊 为什么呢 我犯了很多罪 其实犯了很多罪 他们有悔改 但他们还是觉得我太软弱 太多罪了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与神的关系不好 就觉得很难很难 因为我只能胜过我的罪了 我是不停的有不同的罪 他们就以为永远都不会有能力的 我永远都是好像有罪的人的感觉 就是整天就觉得自己是在有罪的状况 但圣经说的 就是说 没有人能控告我们 神真的完全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神真的完全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 包括自己 因为控告我们最严重的是我们自己 但很多人就是觉得太难了 太难了 有这种罪的控告 所以他们就没有力量 但如果他们能够相信 我悔改 信靠耶稣的赦罪 马上就得赦免 而且我亲近神 我开始亲近神 神就马上回应我 马上住在我的里面 马上回应我 因为圣经说 你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也藏在我们里面 祂必定服应我们的 这样的话 祂就会说 与神的关系 真的不去难的 是很容易的 为什么呢 祂不会 祂不会不理我们 祂必定帮助我们 必定陪伴我们的 必定接纳我们的 我们亲近祂 祂就必定亲近我们 所以 很多人就是信了两个谎言 第一个谎言 神赦罪 但还是不喜欢我 另外 与神的关系不好 所以很多人的灵命很弱 但如果我们相信 我们悔改 信靠耶稣的赦罪 祂必定赦免 已经称义了 已经是 有神称他们为义 就是说 我们不去 我们本身不去公益 是神称我们为义 是我们宣告 神宣告我们去 义人 第二 相信我亲近神 神必定亲近我 我的关系就回复了 当然在灵命 我们可以改 进步了 但任何时间 人回到神那里 马上 神就回应 马上 关系就 好了 当然 进步是 另外一回事 但很多人就觉得 我要进步 才是与神 关系好 但其实 当我们 开始 转过来 就是 我们与神的关系 已经去 好的 是正常的 这样好像 浪子回来 马上 父亲就 拥抱他 马上将礼物给他 他与父亲的关系 就 马上开始了 但他与 爸爸的关系 会 慢慢进步 有些 与神的关系 很好 这个是需要 进步的 好的 这个 属性是什么 神的属性 他是圣洁的 他也是慈爱的 所以他不能 随意的 称我们为义 必定要付这个代价 这是耶稣为我们 付这个罪的代价 然后我们才能够 被称义 才能够 得罪的赦免 这个是神的 神的同在 带来的 带来的 这是 当我们 继续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是这样 接纳我们 完全的接纳我们 完全的接受我们 因为这是他的本性 他必定 赦免 所有来到他面前 这个是他的属性 他去接纳人的 他去 已经付了罪的代价 所以能够称我们为义 好了 神的恩典 神预备这个救恩 是很大 伟大的 最伟大的事情 预备耶稣来 然后耶稣就 承担这个罪的惩罚 所以耶稣在 十字架上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他 当时成为罪 他说 他使 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他是没有罪的 但他替我们成为罪 耶稣也为我们承担 成为救主 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已经承担 所有的罪 所有的救主 这个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是 可以完全在神面前 就好像 以赛亚书 61章 十节 以赛亚书61章 十节 对 这个经文很重要 是讲到这个衣袍 这个衣袍的美好 我因神 耶和华大大欢喜 靠神很快乐 因为他以拯救为义 给我穿上 所以这个 是喜乐的来源 是神这样拯救 给我 好像衣服 将他的公义 为跑 耶稣所行的义 在我身上 披上 当我披上的时候 就好像新郎 新娘这样美丽 最美丽的衣服 我们在神面前 就好像耶稣基督 这样美丽 但我们信靠耶稣 做救救的时候 在神面前 就是这样美丽 当然 我们也有 圣徒所行的义 在 启示录 十九章 讲到 我们穿的 洁白 光明洁白的 细麻衣 就是这个 圣徒所行的义 我们也有 这个义 这个 基督徒所行的义 我们有这个 衣袍在我们身上 我们在神的面前 就是完全的 圣洁在神的眼中 是非常的美丽的 所以我们有神的诚意 我们就不需要 活在被控告的情况 好的 这个 反面的例子 不是 这个是警告 警告是很多人 不相信神的社罪 所以他们整天都说 我 很多罪 神不能饶恕我的 我 犯的罪太严重了 他们就觉得 与神的关系 不能再重建起来 就觉得与神的关系 就永远都是 很软弱的 不能重建 因为 太 我犯太多罪了 这个是 警告之一 就是不相信 另外 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 基督徒继续犯罪 是很难 相信神的社罪 如果他 每天都重复 犯一些 故意犯的罪 他的良心 会控告他 魔鬼会控告他 其实他真心的悔改 耶稣会声明他 他也会有能力 去对付罪 但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们 犯了罪了 求神赦免 他 可以相信 耶稣赦免他 但 因为他很快 又发怒 又骂人了 又打人了 他会觉得很内疚 他求神赦免 耶稣赦免了 但他里面 很难 饶恕自己 因为他重复 犯这个罪 过一天 又发怒 又打人了 每天这样做的话 这个 魔鬼就使用 他所犯的罪 继续控告他们 其实 这点 怎样 处理了 再如何 如何 我会解释 怎样处理 处理的方法 是这样的 神啊 我真是有罪的人 你真的赦免我 我需要 知道罪的可怕性 罪的真的很严重的 罪真的是很严重的 所以 我继续犯罪 罪就会控告我 我自己的良心 就会控告我 但 当我们真的说 神啊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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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正要犯罪的时候 我说 我们说 神啊 我需要你 因为我正要发怒 我正要骂人了 正要打人了 神啊 你赦免我 我正要 现在有淫念了 求你赦免我 马上赦免我 洗尽我的罪 神就喜悦 神就给他力量 但很多人就是 求神赦免 他相信神的赦罪 但后来又犯罪 又犯罪 重复犯罪 故意犯罪 这样的话 他自己很难 帮助他 相信耶稣赦免他 好了 如何 首先我们要除掉这个垃圾 什么垃圾呢 第一个垃圾 是不相信神的赦罪 的大恩 不相信神真的赦免我们的罪 这个第一个垃圾 第二 是他重复犯罪 重复犯罪令他不能相信 神的赦罪 要处理这个 得案 不需得到完美 如果他要说 等到我完美 我就会相信神赦免我了 是他用自己的功劳 自己用功劳 我做得够好了 神啊 现在我做得够好了 我现在没有故意犯罪了 所以我是诚意的 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他是靠自己的行的意 他不明白 是因为我们的继续犯罪 最控告我们 我们需要的是说神啊 我有这个习惯故意犯罪 求你赦免我 求你给我力量 求你帮助我对付罪 当我有罪的意念 马上求神帮助 然后我们就相信 我现在依靠神去对付罪 虽然可能人员有些怒气 人员有些不好的意念 但我马上说神啊 求你帮助我了 求你帮助我 求你给我力量 赦免我 洗净我的罪 当我们相信 真的神洗净我们的罪 当我们祈求神 依靠神 靠着主去处理 虽然不是完美 我们也相信 神是接纳我的 我也不需要继续控告自己 但人如果是 故意不等的犯罪 就是故意骂人 伤害人 看事情的影片啊 想不好的东西 做不好的东西啊 偷钱啊 这样的话 他不能相信 神的赦罪的 但他真的说 我有这个意念 要犯罪了 求神帮助我 求神赦免我 神就接纳他 他就 他心里面就 知道 我 我求神帮助我 神已经在帮助我 神也喜悦我 所以我可以开心 我可以相信 神真的赦免我的罪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会继续被罪控告 不是靠自己的功务 而是说 我是不允许我犯的罪控告我 我是依靠神 是神帮助我 神 所以两方面的攻击 一个 一个是 控告的攻击 第二 是透过我们犯的罪 来攻击我们 第一个攻击 控告自己 有罪 或者是 别人控告我们有罪 我们就抓住这个经文 抓住这个经文 神赦免我的 神称我唯一的 所以没有人能控告我 我自己也不能控告自己 我不能整天说 我以前犯了罪的 什么严重的罪 最严重的罪 我也不能继续控告 例如 我用一个比喻 很强烈的罪 如果他犯了奸淫 他离婚了 或者是他 发怒打人 打死人了 打死人了 很严重 可能一生人就不能逃脱 这个控告 所以我们就需要 在神面前说 神啊 我是有罪 很大的罪 求神赦免我 我知道你真的赦免我 你称我唯一 所以我已经去 有这个意袍 虽然我真的是犯了罪 学会可能会惩罚 因为犯了罪 杀人了 所以会惩罚 但在神里面 神已经称我唯一了 这个是 对付第一种控告 第二种控告 如果这个人继续 每天还去发怒 见到有人就打人了 这个是第一个控告 这是他继续犯罪 这个我们需要 依靠神的帮助 这是神了 我知道罪的破坏性 我必定要依靠你 我依靠你的手 你就给我力量 我亲近你的手 你就给我力量 我护求你的手 你就给我力量 就让我想犯罪的时候 我就停止 因为不停犯罪 必定会控告自己 但我们真的说 我依靠神 神就喜悦 神就接纳我 神就 帮助我 处理这个罪 当我对付这个罪的时候 我就可以说 神啊 虽然我还是不完美 但我是对付罪 我就不要再被 我犯的罪 控告我 虽然我还是有 路纪 但我马上就处理了 尽快处理 我已经靠着主 是神帮助我的 所以我 我是靠着主 主是帮助我的 我不需要继续被 我犯罪这个意念 犯罪的意念 控告我 我就可以平安 好了 这个是讲到 除掉这个垃圾 除掉这个控告 第二 第二就是 怎样 亲近神 对付罪 对付这个控告 就是在见见神的时候 感受神的平安 神就是告诉我 我接纳你了 我赦免你了 我们的平安 是代表神接纳我 神与我们同在 神陪伴我们 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就可以 放心 放手 我可以放心 神是 他的同在 告诉我 神是接纳 我就可以平安 我也可以抓住这个经文 谁能控告神 所拣选的 拣选的人 我们就用这个经文 祷告神 你真的 没有人能控告我 我也不控告自己 我就可以放手 我可以不再控告自己 我放手 对 实际上 实际上怎样 处理这个 这个 罪的控告 第一 当然是抓住这个应许了 然后 我们需要了解 为什么我会重复犯罪 因为罪会控告我的 我为什么会重复犯罪呢 因为 可能我憎恨人 所以我这个怒气 可能我不能饶恕某一个人 我觉得他对我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 憎恨人 有些女性 憎恨男人 因为曾经有男人 离弃他 他就觉得所有男人都是坏人 这个憎恨 这个憎恨 就影响他 以后见到男人 就觉得这个男人是犯罪 就在伤害他 这个需要处理的 他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憎恨 为什么有这种犯罪的动力 为什么会继续被罪影响 这个源头需要处理 也知道 很重要的源头是 人不相信罪的破坏性 我现在深深的相信 但我起初 以前 我不去完全的相信 罪的破坏性 因为以前的教会的教导 是这样的 你悔改耶稣的圣灭你 所以我就说 犯了罪不要紧 悔改就可以了 我没有知道罪的破坏性 圣经里面说的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造型更加厉害 甚至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 所以我知道这个败坏 我知道这个破坏性 我现在不敢犯罪 因为犯罪 神就不喜悦 神不喜悦就破坏 这个失奉 我的路就破坏 所有 我努力靠神建造的 这个教导 就会破坏 人就会说 这个教导对付罪的耶稣 他现在已经犯罪了 他已经很软弱了 这样的话 我只是允许魔鬼破坏我 所以我说 我不要容许 里面的罪性情 我里面的 什么地方影响我的 我都要放下来 不要紧 人怎样对我 不要紧 我都放下来 处理这些 然后每天在神的同在 这样我们就有动力 相信神赏免我 神也有动力对付罪 如果有些人 觉得很难对付罪 有些人 很难的 因为他的习惯太强了 他需要有人陪伴他 可能传道人可以找一个人 帮助他 当他有犯罪的意念的时候 当他想发露 想打人 可以找这个人 让他帮助他 有些人因为他们太软弱了 这个犯罪的意念太强了 例如有些人吸毒 或者是赌博 因为这些是强烈的捆绑 或者是射程的影片 这是强烈的捆绑 这个世界上 现在有很多东西 都是捆绑人的 手机上面很多的游戏 很多影片 都会捆绑人的 这些人有些时候 很难对付罪 可能需要一个同行者 帮助他 胜过这个罪 当然他 必定要自己依靠神 但有一个同行人 就能够帮助有些 在强烈的罪的控告的人 强烈被罪控制的人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 我见到有些人 就是吸毒啊 赌博啊 被人常常发露啊 伤害人啊 这些都需要 我们也需要特别的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 但这个必定有责任 另外一个习惯是什么 有些人永远就去 打电话 告诉人 啊 我很不开心啊 有人伤害我了 我现在很不开心啊 他们 没有自己负这个责任 我们就帮助他 帮助他 面对自己的责任 你有没有 这些人伤害你 你怎样处理啊 你有没有处理啊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帮助他 感谢天父 好了 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 现在就相信 我们在神的面前 就好像新郎 新娘 叫美丽 现在 这是叫美丽 因为有耶稣的衣袍 而且我们不允许 罪控制我们 因为罪会控告我们 我们就说 我们有罪的意念 马上依靠神 神的恩典够我用 我能够对付罪 马上有罪 马上就处理 这样的话 就不会继续有 这个罪的控告 有些是人的控告 有些是我们犯了罪的控告 这个处理的方法 就是 依靠神 靠着神 帮助我们 对付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